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又到我們新海八年的節目 我是米葉成 我是錢耀榮 今天大家看到我們都是兩個人 我們另外主持謝二芳 因為眼睛還有點痛 所以今天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下星期會回來跟大家見面 今天我們節目仍然會有個封煙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 打進來聊天 我們今天講什麼題目 麥先生 我想也要講一下 因為一直在講抗戰 一直在講國軍 即是國民黨軍隊和日本人打 也要講回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現在都在國內正在吹 抗戰他們是自己打的 他們打了八年 打得很激烈 我想也要講給大家聽他們怎樣激烈 因為事實上在共產黨打仗 和日本的兩軍對壘 其實真的不多 好像數來數去只有三場 對 因為當時他的根據就是延安 延安是今天的陝西地方 陝西北面 他的軍隊數目 在長征之後 大概是三萬人左右 你想想 三萬人 可以在這個抗疫中 可以發揮什麼作用呢 八年抗戰 三萬人最後呢 變成數目很厲害 就是五十萬 五十萬大軍 這個呢 我想就值得我們 待會兒 整個節目 我們都會 聊聊探討一下 那麼 為什麼 共產黨就要 第一次堅持 要聯合抗日呢 那麼 主要就是大家 又沒有槍 沒有炮 沒有糧響 走到延安 山窮水盡 不如去 痴大佬了 這些叫做痴大佬了 就 找國民黨笨 聯合抗日 就是 終於被西安事變 終於 周恩來登堂入室 和 和 嬰威人談判 那吧 最後就聯合抗日 那我們應該公道一點 要說回 就是說 日本仔侵華 就是 七七奴溝瑤事變之後 八路大軍 他就是說八路大軍 其實就其實八路軍 就是當時 就是 國民政府最後編制 他們叫八路軍 就第十八集團軍 就以朱德為軍長 那麼 前興都提到 有三個師 三萬人,剛好編為三個師 1.1.5,林彪,1.1.1.0,還有1.2.0 1.2.1.2.3個師,厲害了 懶惰了,然後由宜安出發,打了半製 我們要講講怎樣跟半製打 這一場仗我相信對今天 吹到今天都叫大節 叫平盈關大節,很多人這樣說錯,叫平盈關 平盈關 當時來說,山西地方 基本上就是鹽石山的根據地 即是老巢 在抗日時期,國民政府 蔣忠正先生手下有多少個集團軍呢 其實他都來自於不同的派系 除了是蔣忠正的中央軍之外 山西的就是屬於鹽石山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講那個平盈關大節和太原保衛戰 都跟鹽石山很有密切關係 為什麼要提這個人呢 就是因為鹽石山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於是輕易地把太原拱手讓給人 這個真的很可惜 在這裡 當時共產黨走到延安 延安其實就是陝西 陝西旁邊就是山西 基本上就是對共產黨的戰略 策略來說 當時毛澤東也說到一樣 就要跟日本人打 不過他強調一樣 就不是一個正面打的 是要游擊戰去打 游擊戰 什麼叫游擊戰 就走到人家後面 偷偷摸摸地 插你一刀 插你一刀 然後就快走快閃檔 這些快閃檔 而這些戰術 基本上就是當年 從國民黨 在五次圍繳 其實是用過的 這些有經驗 所以他們終於出兵 林彪領軍 一一五 當時盧溝橋七七 接著就沒多久 就三天就 北京又失守 失守天津 日本大軍 其實他的戰略 就要去攻打山西 攻打太原 攻山西主要就是因為 其實中國的地形 由西北走向東南 換句話 就是西北高 而西北高東南低 所以整個地形分析 第一適合日本那些機械化部隊 第二在戰略上來說 是一個很強烈的攻勢 而日本人其實很熟讀中國歷史 他覺得中國歷朝來說 戰略一定由北打落南 很少由南打上北 通常是北打落南贏 所以他就要拼吞山西 就是 板門 板門 板門師團 板門精四樓 精四樓 這個大將厲害 機械化部隊打算進攻山西 而林彪當然是 由共產黨 第八路軍 其實叫做十八集團軍 又號稱退 不過自己喜歡叫做八路軍 那林彪派一個師部隊 由閃光經山西出發 就向平營關進發 平營關其實像是山西的東南面 古長城 古長城的魏口 古的魏口 我想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平營關其實就是一個地形 好像是山溝 中間就套了去 幾十里長 變成了一個通道 那些軍隊 因為原來是山 那軍隊過後 一定會從那個溝那裡走 那你已經形成一個 叫做有利的地形 我想真的要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共產黨 講到今天的平營關 大節 林彪 第一次踏上這個主戰場 這個日後的大將 是呀 中共大將 這場戰役發生在1937年的9月 他離開七七盧溝橋事變兩個月 由於盧溝橋事變之後 中國的北平和天津都先後失守 於是板援的部隊 就一直向山西進發 正如剛才麥先生所說 山西來說 對於日本人 有一個很重大的戰略價值 除了是剛才所說的 北面佔一個有利地位之外 而且在北面 而且山西這個地方 是靠近內蒙 那對於日本人 一方面 鞏固他在內蒙地方的優勢 那個勢力範圍 是有幫助 同樣地 也可以鞏固他在華北平原的優勢 所以有多歷史書寫 太原保衛戰 是華北大匯戰的一部分 就是這個意思了 因為如果看回地圖來說 山西太原 就在華北平原的西面 那你由北平一直到太原 都佔領了這兩個重要的城市的話 差不多整個華北平原的東西 已經是控制了的了 好 那就說回平營關之役了 剛才麥卿所說的 就是那些軍隊在窄口過 對於日本人來說 其實是一個危險來的 因為就算它有很大的武器 很重型的武器也好 你沒有理由用一個炭克車 駛過山溝 也沒有理由用一個重炮 在山溝開火 所以就製造了一個有利的條件 就被當時的林彪部隊去偷襲它 因為林彪部隊其實 當時的武器很落後 其實華一絲 就是所謂一萬人部隊 中國的編制比較小 當時是一萬人的 其實是一些槍 舊槍 加入國民黨編制之後 當時給了一些武器 當時給了一些武器 而事實上 對比日本的兵器 其實也不一樣 當然我們現在說 入軍當時 其實是一個女團 不是一個私團 一個女團相等於多少人呢 基本上就是 就等於中國的軍 我們中國軍 對不起 中國的私 我們編制就是私 我們玩過一些陸戰劇 有私 有女 有營 有團 接著有牌 然後就是隊 我們三三制 就是三個牌 就是一個團 三個團 就是一個營 三個營就是一個女 然後三個女 就是一個私 這個是中國的編制 對日本的編制 日本的女團 就是等於中國的私 等於中國的私 其實兵力 其實嚴駕江兩個都是相約 而 只不過 其實當時的情況 其實山西 當時張家口 已經 日本攻陷的張家口 大同市 可能大家都聽過 大同市 也不錯 而林彪其實要經過平原關 其實跟著毛澤東的戰 進入敵後方 嚴格說 他不是真的想跟他打 只不過是想進入入軍的 後面 後面的 即是統治區 即是我們簡稱的淪陷區 不過呢 這麼不幸 就不知道誰不幸 總之大家就走到平原關 而林彪一看 這個形勢 其實當時 那個應該就是 九月二十三號 九月二十三號 他就抵達了 這個所謂的平原關 即是林彪 一看完 這個形勢好 但是他就探子回報 是 前面就是一個 日本的女團 又正在來 在前面 於是他們 索性就在那裡報房 報房 其實就學諸葛孔明 諸葛孔明最厲害 三國演員 大家聽過 目擊戰 目擊戰 所以就 二十三號 林彪又到了平關 二十四號 就擺好陣勢 日本仔不知道 因為那個 一個地勢剛剛好 好像那些 如果你看省渠 其實平關好像 一個大型的省渠 即是兩一高 中間比較平的 又低的 入軍又有很多 互經過 最後還紮營 所以就 平營關 其實就是 二十四號 晚上 日本仔就在那裡 紮營 睡覺 那 二十五號 根據 一些材料記載 就是 二十五號的早上 當時 第五師團 的二十一女團 大概四千人 就用一百余兩的汽車為前渡 兩百多兩大車居中 少數騎兵斷後 沿著公路向平原關推進 六點左右 就進入了當時的伏擊區 受到一一五師的士兵 猛烈的襲擊 所以襲擊是什麽呢 當時是用很多大刀 因為你不夠槍 石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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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上面 不知道有沒有用弓箭 老老實實 就是石炒 所以埋身擊 埋身肉搏 就是石炒 因為埋身肉搏的話 變成其他軍隊 尤其是日軍 就看到 咦?你和日軍打了一塊 都不知道誰是自己 誰是誰人 因為又炸 對 沒有開炮 又不敢開炮 於是那些重型武器 完全沒有用 發揮不到作用 於是便打架 肉搏之類 簡單就是打架 真的打架 而這個打架 就是因為日本 泰國偷偷 通常日本排長以上 那些不應該叫小隊長以上 基本上他們全部揹著 黃軍刀 即是那些 長刀 長刀 刀的長刀 其實日本的長刀 百般不同 是根據人的高度 一定 那些長刀 然後拿著一把劍 總之就不能打架 不能打架 不能打架 然後綁他 很多朋友都看了日本片 看到那些入軍 那些什麼綁著 那拔出來一砍 其實那把刀 真的在那些場合上 很難用得上 碰到共產黨 白露軍 這班人 又埋身擊 又埋身擊 於是便損失慘重了 這次慘了 結果一砍 最後的結果 揮煌 擊斃一千個入軍 哇 真的 並且擊毀了一百多兩的汽車 繳獲戰馬一百余匹 以及步槍三百支 二十余挺的 所謂輕的重機槍 還有三千余法的炮彈 厲害了 這個豐富了 於是 這些就是 115C的本 以後就靠這些武器了 對 靠這些自己立了 就繼續打下去了 其實也有一點 講到這裡 戰果就是這樣 然後戰況是激烈的 一天 其實只是打一天而已 25號搞定 然後日本當然是退 然後退 然後退 退的過程 又離開 然後其林彪就離開 沒有怎樣追 因為你自己人數不多 自己人數不多 然後大家就 搶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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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東西又離開 其實當時尤軍 也曾經用飛機增援 是 阿修島 被人捕擊 然後用飛機增援 這麼不幸 又碰到那個 楊 楊聖武 15C另外 也有個 後備部隊 楊聖武 於是兩邊 又 砌了一段 其實那邊 根本就沒有怎樣砌 坦白說 他見到他有人 他又走 簡單說 最後兩軍 就在一個 溝鞋裡 你在那方向走 我在那方向走 那就搞定了 於是乎 平原關大戰 嘩 厲害了 這個大節 他吹水吹到 共產黨吹到 第一大節 他就說 自抗戰以來 第一次國軍的勝仗 他自己當時也叫自己 中國軍隊 第一仗勝仗 大敗入軍 就 壁敵一千 武器無數 嘩 吹水吹到 真的 這個 事實上當時 亦都 令到 那些人 都興奮 坦白說 嘩 打贏日本人 殺了一千個木洛白頭 其實 這個也是 因為抗日以來 是第一場大戰 即是第一場的 打贏仗 打贏仗 對 一日之後打贏仗 勝仗 摧毀了當時 所謂 中國 軍隊裏面 所擔心的一件事 就是 入兵 是 不會敗的 謠言 即是摧毀了 這個謠言 以後 其實對抗日來講 都起了一些作用 因為 其實他那時候 八十天 毀敗了 有一個坦克 坦克 又被他打破老國 其實這些 說出來 都 挺好聽 第二 也被共產黨 做到 真是 吹水 吹到 天下無敵 搞到 八路軍 其實 八路軍 全部都 爛三兵 真是 不知道有沒有穿鞋 老實實 為何這場仗 被八路軍 拿到 戰功 其實 背後 有一個含意 就是 當時 嚴石山的部隊 為了 保護自己的老巢 即是太原 所以 嚴石山 命令自己的精銳部隊 都圍繞著 太原 這個地方 防守 所以外圍的地方 包括平盈關 這個地方 交由 當時八路軍 去負責 於是 就被八路軍 拿到 戰功 其實也有個小故事 因為當中 林彪部隊 去到23日到 其實當時發覺 這個地方好 想著 跟 攝榮樽同一齊 聶榮樽 聶榮 副司長聶榮樽 林彪當時請示 共產中央 即是 請示延安 當時是打電報 請示延安 打不打 想跟他拼一場 因為當時其實 之前 我相信 本身有個指令 要打的話 請問延安 因為其實他雖然 在編制上 叫做第二戰區 嚴格上 聽令於 嚴石山 實際上 其實他一切聽令而安 而而安 最後覺得 最大的問題是 不能離開 平原關 要是向前走 要是後退 但他們要上前進 沒力後退 沒力後退 第一戰八路軍 一出 見到日本人 載雞飛去九州 槍炮也扔 不可以 這樣就逼打 而他打得來 他這場仗 比較上 因為他贏了地形 所以日本機場 都完全沒有 在溝渠裡打 第二 日本軍隊 根本 也沒有想到 有人這樣 會撲擊他 這些完全是 我們叫做 小米加暴槍 動產黨的小米加暴槍 於是他贏了 贏了這一仗 在延安 一打完之後 擾獲兵蟹 然後延安就 勿令 繼續前進 然後前進之後 就進入 從山西 就進入 去 所謂 當時的 樓陷區 要化整 化整 為零 麻煩你們 全部 進入 樓陷區 那些村落 裡面 進入 一個所謂 打油擊戰 就是 以共產黨去的那時候 可不可以 佔領 淪合區 對進入 農村 以農村裡面的 農民 作為補給 吸養 發展他們 在那地方的 黨組織 這個 其實就是 當時來說 就是 中共 對於抗日的時候 的一些 做法 就是 既抗日 又抗展 抗展自己的勢力 這個就是 為什麼 麥先生 之前說 為什麼共產黨 打抗日 越打越多人 越打越有勢力 越打越多 槍牙 國民黨 就是國民政府 越打 精英部隊越少 就是 這個就是 此消彼長的 一個 轉捏點 所以 待會各位 聽眾員 都可以打電話進來 2892 7841 2892 七八四一 歡迎 待會第三節 打來 我們可以 聊一聊 在敵後的發展 下一節 就說太原了 好 我們應該去太原 好 OK